你是不是覺得要來看 消防隊猛男之類的 你才是吧 家有掛月曆了 你是不是覺得 回家還可以帶一個月曆回家 之類的有嗎有嗎 可以送我一本嗎 我們今天的目標就這樣 他們在後面 不要讓他們聽到 OKOK 就這樣子他們聽到 好 等一下我們就設定 我們看你先導向還是我先導向 然後我們就是 請他們幫我們試試看 喔 試試看 有這個橋段就對了 有這個橋段就對了 為我多話 考上了大貨車之後 每次都在片尾放話大家說 各行各業可以來找我 說不知就是有個行業這麼積極 你為什麼要在 大貨車下面留言呢 對不對 你不要盯了我又對我 我今天來 今天要來當 一日消防隊員 Oh my God 一日消防隊員 你知道消防隊員這件事情 其實是我的噩夢 因為我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有出過一個外景 大致體驗一下 他們的救災的過程 然後那一次錄完之後 我覺得是我人生到目前為止 前兩名類的 你知道那次我真的去噩夢 我默默覺得說 打從心裡對消防人敬佩 也希望就是自己 不要再接觸這個範圍 但是他們來留言了 我們節目怎麼那麼好談啊 說接就接 我被過濾吧 主持人年紀大了好不好 因為有 有點 救急的 心臟好痛喔 怎麼會這樣子 可是你自己說過 我現在軟倒 就是當消防員 我現在軟倒 就是當消防員 我們只會完成你的願望 製作單位 大概一個月以前 就已經跟我威脅了 有一個風涼化大陸 他威脅我 他昨天前天還在威脅我說 你明天已經超累的 然後自己在那邊睡覺有沒有 所以我們這集錄影的時候呢 其實是有在FB 尊求看有哪一個不怕死的 自己來報名 偏偏就有一個不怕死的 Lucy 嗨 妳何必呢 妳說 妳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 要體驗 妳是不是根本就抱持著 一個什麼都不知道的心態 就是來體驗營完的那種概念 你知道嗎 就是沒有想他都會 你體驗營那個消防員 妳是不是覺得要來看消防隊猛男 之類的 你才是吧 家有掛月曆 有掛月曆 你是不是覺得 回家還可以帶一個月曆回家 之類的 有嗎有嗎 可以送一本嗎 我們今天的目標就這樣 他們在後面 不要讓他們聽到 OK OK 就這樣子看 等一下我們就設定 我們看你先倒下還是我先倒下 然後我們就是請他幫我們試試 是一個 有這個橋段就對了 有這個橋段就對了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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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那才是真的那個 我們的橋段 我們應該這樣安排嗎 如果今天那麼累的話 是不是應該給我們一點福利 不可能